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雪莉挺好的 他们有个等级服务税ESL 他们会作一个全面的改革 为什么呢? 州长Chris Means就表示 因为他们仓意彻底要改革 緊急服务部门的资金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 自然的灾害这么厉害 其实有很多那些 House Sonar 他们是没有买到自然灾害保险的 当一有事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是很大的损失 再加上他说 因为现在的保费成本大增 保费 看着我们的保费都会吓死你了 所以变成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有一种 现在要做一些改革 目前原来73.7%的紧急服务 是由税收提供资金的 就是要收税 在税金那里来的 那些税收就是由家庭保险单那里负责 就是我们买印刷的时候 就要在税收那里有一部分 就是要给政府的 现在州政府就是说在改革中表示 因为保费增加和生活成本 也都是很大压力 现在对于这些市民 那他说大约呢 原来有17.6%的家庭是没有保险的 哇 差不多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家庭是没有保险的 也是很惨的 就是自然灾害期间 他面临很大的损失 那他也都随着那些保费提高 今年又提高 年年都会提高的了 那他说平均上涨18% 即是我们预计了 你预计了你的业数保费 是增加18% 即是20% 那他们呢 你提议呢 就是council就会出资11.7% 就州政府也出资14.6% total呢 就会出 就是有26.3% 26.3% 就是由council和政府出 那你就减低了你那些家庭的负担 就是减轻啦 减轻他们的负担 那他就说 明斯就说 其实改革呢 就是这个改革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不容易都要做 因为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 那因为现在我们面临越来越多 那些前灾害嘛 那就趁这个机会 就是 就去将这个系统去改变 让他呢就变得更加公平 和更加sustainable 那这样 那所以现在呢 就周 newswells的周长呢 就也都说了 那他现在呢就准备呢 就准备呢 开始那个跨行业 和更广泛要做咨询的嘛 因为呢 因为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所以不可能 就是太过操之过级 那所以呢 但是他说一定要将它做好 不能够做不好的了 所以他们很重视 今次的改革 那那个这样的紧急服务 紧急服务呢 包括些什么呢 原来呢就包括了 香川消防固局啊 州的紧急服务局啊 和消防救援局啦 那就是那些自然灾害呢 包括火灾啦 松林大火啦 风暴啦 洪水啦 交通事故啦 和其他紧急情况那样 那所以他说都是 这方面呢 就是为人 为居民和财产呢 是提供很重要的服务 那那现在呢 就是维州就是唯一一个呢 就是透过征税 是给 为他们的紧急服务 提供资金的一个state 我不知道其他那些state是怎样的 但是都希望他们 都会就是为市民着想啦 就是如果真是 都是和MUSA Wales 一样的操作的话 那都希望他们 做一个这样的改革呢 令到那些居民 会就是那个 保险 就是多些人去买保险啦 是吧 那就是 也都不用要 付这么高的保险费用 那他们的财产也都得到保障啦 那这个 那这个 都是左袋右袋而已 就是说Juli 就是你 紧急服务呢 就每个州都有 那一定由政府方面 是给一些的资助的 或者全部要资助的 那如果提高紧急服务的话 那又要赚多些钱 那算是要加税喔 那些税是向哪个人埋手呢 真是 哎 那香港有钱都要埋手啦 那些 有钱那些呢 买屋啊 那买多几间 那又要增加什么 征州 羊毛出在营生上 真是 那你讲一下 那一般我们澳洲 买这个房屋保险呢 就千多元一年就没什么走路了 起码我的情况就是 千多元一年 那另外澳洲又要买保险 车又要买保险 人的健康又要买保险 那条数更厉害啊 Julie 差不多我们一家人 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每年 在医疗保险的支出 五千多元一年 是啊 要说五、六千元元 你还要你又养两部车呢 是啊 不是啊 买个新安 不是说想去claim 大家理事吗 最好就是 给个钱就不用claim 但是都是肉赤的 你每个月几百元啊 几百元啊 你计算港币就很厉害的 一年 一年五、六千 你计算港币几万元啊 只是医疗保险几万元啊 是啊 好啦 继续 嗯 另外一班呢 就是 哎呀 死人头啊 48岁的游泳教练 早前不是说过的 就是拉车了去 这个人呢 由1996年到2009年 13年之间呢 就在书雷西南部的一个游泳学校那裡 就性侵整个儿子 一个弟弟 啦 现在呢 就被判犯了43項罪名 上星期四就判了32年 他今年多少岁? 今年是老人 到时候就80了 但是中间他可以有保释 法官Sarah Hackett就称 犯人故意创造有利于他犯罪的文化 你想想他教那些弟弟说性是很普通的东西 很普通的很正常的 就和他们一起去评论学生的生殖器官 又和他们一起去看网上的性的节目 看色情内容 和他们一起在游泳池那里 鼓励学生间的性活动 在学校周围的更衣室、储物室 都连了图像 但不过性是正常的活动 搞的东西都没有相关的 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文化 令到一个受害者在法庭上 举证的时候都说 他说现在想起来 就觉得很恐怖和很容易 但是那时候小时候 就很愿意和他公开讨论 因为觉得自己很酷 很聪明 很正常 尤其是自己醒目 很聪明 所以很踊跃地发言 这个人 这个人 曾经在烹饪节目那里拿过奖 厨艺大师 他参加过的 目前他判32年 是2055年 6月 就是入育24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假释 但是 至少是24年 真是壞的 但是到时候 都未必一定 一定会被他假释 因为你想想 他是姓氏小哥 这个人 在家里被捕 最初只用10项罪名 怎知越查就越嚇死人 越查就越多 越判越多 越判越多 越判越三项的指控 那法官就说 发现每个受害者 都是很可靠的证人 他们有尊严和勇气 站在法庭上提供证据 最后把这个衰人 情供依法 在法庭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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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上提供